袁爱妃 飞闻男友其底 您半丑不认蓝衣男 这灯光美气氛家的地方是哪里?难道是偷情圣地吗? 要说是也可以啦 这其实是袁爱妃 飞闻男友蓝衣男开的店 话说袁爱妃和蓝衣男先被拍到小姐看定 接着又被苹果活带一起逛卖场 苹果调查证明蓝衣男名叫林冠百 杨明是Ricky 在中山北路开家餐厅 记者还赫然发现着东东 和爱妃娘的酒 既然如此 记者飞得进餐厅查个仔细不可 冠百哥他在吗 还有一个老板娘名字的那个酒 爱妃康爱妃 店员一听就了哦 难不成袁百炼在员工眼中已是公开的秘密 是冠百哥爱妃条 没问题啊 这样讲就好了 老板娘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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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看干脆的老板娘自己说明一下好了 难可是不是林冠百 什么东西啊 他开了一个他听到 梦见哈比团 哦 是朋友啦 干嘛这样啊 那你朋友是不是开梦见哈比团 对啊 对啊 那你有去吃过吗 当然没有啊 好几道叫什么 爱妃 爱妃什么 爱妃卡奶酒 对阿妃爱妃卡奶酒 他如果他是女朋友 偶像的包袱是不是 你说我吗 我是邪心耶 哪里来的偶像包袱 虽然自称邪心 但被拍照丑照还是耿耿于怀 你知道丑照片我可以接受 但是那也太 那也太丑了吧 那也太丑了吧 你们拍了我就是这样子 然后这样子 一般人谁卸中之后会一直 这样子在桌上 苹果娱乐新闻主持大人 现场可以再办一次吗 报道